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开始之前按照惯例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之前在PinkHap实习 然后后面的话去了StreamNet 然后目前Base在腾讯 然后是ApachePath的Committer CableContributor 同时也是IOP项目的Maintainer ApachePath的GoClient GoFunction和PathCTL的作者和主要维护者 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 下面这几个议题 第一个是说消息空洞的影响以及规避措施 第二个是说从消息生命的周期来看整个TTL backlock以及retention的策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和关系 第三个是说延迟消息与TTL它们之间的一个关联 第四块是讲Admin API Block的一个优化处理 第五块是说ZKNode泄漏的问题 第六块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BookeeperLager泄漏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我们内部做的一个优化 就是ApachePath多极缓存的一个优化 以及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未来可能在Path的稳定性上面的想做的一些事情或者规划 OK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演讲 第一块的话就是说消息空洞的影响以及规避的措施 这一块的话可能所有使用过Path的人可能大估计都去了解 就是我们下面图中展示的这一部分 就Individual Deleted Message 当我们使用Share的这种订阅模型的时候 或者我们使用单条ACK的这种模型的时候 我们就会经常会遇到这个ACK空洞的一个情况 在Path里面它出现了一个单独的Individual Deleted Message的集合 来记录这个空洞消息的情况 它整个的是一个开B区间的一个集合 开区间说明当前的这个消息是个空洞消息 B区间的话说明这个消息是已经被处理过的 其实Path在最初的话它支持了两种ACK的模型 一种是单条ACK 一种是批量ACK 批量ACK其实就对标了卡夫卡的那种 ACK Offset的那种形式 单条ACK的话其实这个的引入更多的是去为了支持 这种在线消息的这种场景 包括在线的一些业务场景 但是当我们引入这个单条消息的这个ACK的这个功能以后 其实相应的也会引入一个ACK空洞的问题 那ACK空洞呢其实就是我们下面的这个图 Individual Deleted Message所展示的这样的一个集合 那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Individual Deleted Message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拿这个里面的去举个例子 那比如说这个记录的这个Message ID 它的Ledger ID是5 这个是1280 那这个集合是个B区间 那说明这这条消息已经被ACK了 那到我Ledger ID是5 Entry ID是1281 这个是个开局间 说明这个条消息是个空洞消息 它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表示了一个开B区间的一个形式来表示 具体的究竟哪条消息是没有被ACK掉的 那么造成这个消息空洞的现象究竟是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是Broker处理失败的一个处理失败了 还是说我的Client的侧压根就没有调用这个ACK呢 从Broker处理失败的这个场景来看的话 因为在早期的一个版本中的话 其实我们对ACK的这个处理是没有一个返回值的 那其实我们在2.8.0或者后面的一个更高版本之后 其实在事物消息的这个支持上 我们引入了ACK response的这个概念 才支持了这个返回值 所以所以的话 假设我们在就是以前的一个版本中 其实我们ACK之后 调用ACK之后 我们也没办法百分百去确定这个Broker 就会正确的去把这个ACK的请求处理掉 那这有可能是造成整个ACK空洞的一个 一个发生的一个现象 还有另外的一个可能的一个场景 就是说用户则更多的是说 在一些异常的场景下或者case下 没有去调用ACK的这个接口 这种是我们在实际的业务生产中 遇到比较多的一个情况 那假设我们现在的话 有了这个ACK的空洞消息以后 我们来去怎么办呢 或者是说在上面的两种异常case的处理下 我们的用户可能包括 包括是说Broker 我们没办法去感知这一条消息 或者后续的这一条消息 永远没有办法再去被ACK掉 然后造成一个永久的空洞留在这 所以的话我们现在的话 是说会带来的一个影响 就是说我们怎么去规避这个ACK空洞的情况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然后第一个我们想到的一个解决方案呢 可能是说精确计算backlog的size 为什么提到这个呢 因为就是说在pass里面 它有一个batch消息的处理 那batch消息的处理 可能大家都知道pass 并没有在broker做 去做这个batch消息的解析 其实它更多的是说为了 就是不要去在broker测解析的话 可会浪费一些可能解析上的一些性能吧 所以它把这个batch的解析 溢到了Klomo测 所以当你的一条entray上来以后 有可能是一条单条消息的entray 也有可能是一个batch消息的entray 那如果是一个batch消息的entray 那如果是一个batch消息的entray的话 其实你是并不知道这个batch里面具体有多少条消息 或者是说它消息的一个形态是一个怎么样的 那这个是一个精确计算backlogsize的一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在我们经过调研以后 可能是说用来去处理这个ACK空洞的这种场景 或者情况的话可能复杂性 或者说难度比较大一些 另一个方式的或者方法的话 叫做broker的主动补偿策略 就是说individual deleted message 它是存储在每一个managed cursor 也就是每一个订阅对象 到了broker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内里面的一个映射 那其实我在我的一个每一个订阅下面 我是可以拿到我自己订阅的一个individual deleted message的集合的 那我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补偿 做broker主动去把这个individual deleted message 去推送到我client的一个动作 对就基本就是说可能会有这两种方案的一个权衡和考虑 那我们经过上面的一个分析 我们来看一下broker主动补偿的这种机制 也就是一个backlog的一个策略 那我们再说broker主动补偿的机制 我们先去看一下一个topic中消息的一个可能的分布或者构成 也就是说我们正常的一个producer 发送一个消息到这个topic 然后consumer去从这个topic中接收消息 那我们的一个消息的话 可能红色方块我们用来表示说 我们发送到topic中的这个消息 那灰色的这个呢是说producer和consumer之间的一个gap 就是说这个消息呢 还就是我发送到了这个topic中 但是这一部分消息还没有被consumer去消费掉 或者broker还没有推送到consumer侧 然后这个蓝色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用来表示consumer从topic中消费 并且acq掉之后的消息 所以其实一个topic中所有的一个消息的形态 我们大估计可以分为这三种形态 那在发送中的话 为了去是说评估 评估是说我producer和consumer的这两种形态呢 引入了一个叫backlog的一个策略 那这个东西就是用来描述我producer和consumer之间的一个gap 那它在暴露这个策略的同时呢 提供了三种策略 就是我们右边列的 就是说producer exception 另一种呢是说producer request hold 还有一个是consumer backlog evictation 其实我们在这些环境中更多采用的是说producer exception 因为这种策略的话可能相对用户比较友好一些 就是我如果当我的这个topic中有消息堆积以后 那我到了一定的消息的时候 我认为我当前的这个consumer的消费能力严重不足 然后我让他的这个producer册 不要再继续往这个topic中发送消息了 那producer request的hold的原理是一样的 但是他的这个动作或者行为 他是不会去跟去给业务测去返回你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标识 他就用户所能可能看到的一个感觉表象 就是说我现在的producer发送呢 发送不了消息了 但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异常或者什么的抛出 还有一个的话是说可能我backlock evictation 这个策略呢是说因为你现在堆积的是backlock嘛 那当我的这个堆积的话到了这个一定的这个上线以后 那我就按照lru的这种策略过度自动淘汰 之前最早的那个backlock的消息 然后来保证可能我们能够正常的去接收消息 因为这种策略的话可能会造成用户测的感知到的是一个丢消息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生产环境中呢并没有采用这样的一个策略 嗯那么在我们再谈broker主动补偿机制的话 还有一个概念我们可能需要去搞清楚 就是passer中计算backlock size的这个方式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的话整个一个topic可能就是一个 我们理解为是一个事件流嘛 那我们的一个producer的一个生产者在这儿源源不断的去append message 那呃现在的话我们用这个这个浅蓝色呢 代表是说已经被consumer消费并且ACK掉的消息 那这个这个灰色的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表示说已经被consumer消费 但没有ACK 这是一种场景 或者是说broker 样根就还在那没有从broker去把这个消息推送下来 下来的消息 我们用灰色的这个部分表示 那passer现在计算整个backlock size的一个方式呢 是说我计算我从当前markdeleteposition的位置 到我那个最最到我当前readposition的这个位置之前的这个消息 我总共算出来是一个backlock size的大小 那假设你的这个backlock size达到了一定的这个速率的话 那你其实就相当于限制了生产者 那呃现在的一个一个场景呢 那我们再还原到我们最刚开始讲的就是消息的空洞 那现在相当于整个m2或者说m4 这两条消息就是两条空洞的消息 那m2m4以后到可能m102这些消息 都是已经被处理和ACK掉的了 那假设我们现在backlock size配置的是实际 那从这儿的整个markdeleteposition的位置 到readposition之前的那个位置 算下来的一个backlock size 那这个backlock size的话 其实并没有是说精确计算出来 就是说我只计算了m2m4这两条消息 而是把从markdeleteposition到整个的这个消息 所有的这个位置 算了一个backlock size的一个大小 然后后来再结合producer exception的一个策略 来去暴露出来 所以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遇到了ACK空洞的消息 比如说有可能broker测 我们执行失败了 执行ACK的这个请求失败了 或者是说客户 写代码中可能有一些异常的case 没有去把某一条消息 ACK导致这条消息的ACK永远不会被调用到 那么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我配置的backlock size的策略 迟早有一天一定会生效 因为某一条ACK空洞的这么一条消息 导致我的整个的一个生产的发送流 生产的一个动作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 所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整个基于上面的这两种概念的基础概念的解释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去做broker主动补偿机制的实现方式 目前在我们的一个实现方式下的话 其实是说每个的订阅对象我都持有了individual deleted message 那还是这个问题 那你从你的individual deleted message的集合中 它记录了你所有这个消息的一个是否被ACK了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其实是就可以拿到你这个消息的一个集合 那我就去我们这边就去故动的去相当于是说 获取这个整个individual deleted message的最早的那个mark deleted position位置的那个消息 那获取到那个消息以后 然后起一个定时的一个executor service的一个定时任务 然后去监听这个individual deleted message的一个状况 然后设置一个定期的一个定时任务的频率 比如说我们三分钟或者五分钟进去推送一次 然后去把这个消息呢 再重新推送到这个Coloma侧 来去做一个broker的主动补偿的一个机制 来避免是说我们在遇到这种ACK空洞的情况 然后导致这种producer exception呢 频繁触发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OK这个就是ACK空洞可能导致消息的 没办法去再继续生产 然后进而我们做的一个方案就是broker主动补偿机制的一个方案 这个另下一个方案是说 再谈TTL backlog以及retention策略 就是用过passa的人其实都知道这几个策略呢 其实很有意思 TTL呢其实它是表示了一个消息在指定时间内 就是我TTL设定的这个时间 然后没有被用户ACK使 然后broker我会根据你的这个时间 我有一个定期的任务来去主动把你的这个消息ACK掉 但是这里注意TTL只做这个TTL做的是说 我就是把你帮你把这个消息ACK掉的一个操作 那backlog的话表示说producer发送的消息 与consumer接收消息之间的一个差距 这个就跟我们前面描述的那个backlog的size的一个概念是一致的 这个都是一个东西 然后retention的话就是说 表示是当前这个消息被ACK之后 然后我继续要在我的持久化层 也就是说我的booking测要保留多久的时间 那么我的这个时间是以laser为最小的操作单位的 也就是说retention要删 它是一个laser一个laser删的 而不是一个entr一个entr的删 那这儿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如果TTL和retention同时设置 那么一条消息的生命周期 我们究竟应该是怎么计算的 OK 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代码 就是说从TTL的话是说我们根据指定的设置的时间 它后台有一个定期check的一个任务 默认的话应该是5分钟检查扫一遍 把所有的消息都扫一遍 然后如果有到达触发TTL策略的 我就不断更新我当前cursor的一个topic中消息的一个cursor的位置 然后主要就是updatecursor的这个方法 然后就是将对应的消息过期掉 然后retention的策略主要是说 我检查当前legers的根据当前legers的一个创建时间 因为每一个legers创建的话 在它的一个原数据的记录里面 都会把当前的一个时间戳给写进去 所以我是知道每一个legers的一个生命周期的 所以去根据这个legers的创建时间 以及entrate的大小 因为retention有两个维度 一个时间的维度 一个就是legers的大小的维度 来去决定我是否触发了这两个阅制 来我来去决定我是否要不要去删你的legers 对 但是我们来去看一下右面的图 这个代码就很有意思了 你看我们在前面我们在讲ttl概念的是说 我们ttl只做一件事情 是说我把我到期了 但是还没有ack掉的消息 我根据ttl的筹略 我掉用updatecursor的方法 帮你把这个消息ack掉 但是到了这个红框代码以上的时候 其实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大家看看可以看一下 红框代码里面又做了一个什么事呢 他是拿到你最最后的一个 就是此前最慢的一个legers ID 然后跟你新position的legers ID比较 这个就是要去比较 看你当前去过期这个消息的时候 就是你不断的去过期你的一个topic中的消息嘛 那一个topic下面又有很多的这个manage ledger 那看你检查你的这个manage ledger 是否发生过切换 那如果一旦发生过切换 你看他掉了trim condom的legers in background 这个呢 这个函数的这个方法的这个核心代码逻辑 就是retention策略本身要去执行的这个逻辑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 就是说当这两种逻辑混合起来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 一个情况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从上面的那个ttl 从圆满层面我们可以了解到 就是当ttl的这个 ttl的这个时间小于retention的时间 那么整个一个消息的完整的生命周期 它是ttl的时间 再加上retention的一个时间 这是构成了它这个消息 在整个pata这个系统中 它存在的一个时间是多久 那假设一个ttl的时间大于或者等于这个retention的时间 那它的消息的生命周期 有可能就是ttl的这个 以ttl的这个时间为准 对所以这个的话可能跟我们预期所预想的可能是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的 关键的一个核心的代码逻辑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去做了一个ledger切换的一个动作的时候 去调用了一个retention策略的一个核心删除代码 删除ledger的一个逻辑 OK 那这儿其实紧接着又可以抛出来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说ttl的这个策略的时候 它为什么要选择在ledger发生切换的这个 切换的这个时机来去触发ledger的这个删除操作 OK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回到在当初介绍这个retention策略的时候 那retention其实它是说我保留的这个时间 那我要去是说 当我去删除你的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是以这个ledger为最小的操作单元的 如果你的这个ledger也不发生切换 那你的这个你现在过期的这些消息 那你包括你是说 这就是你现在ttl过期的那些ntree 那这个ntree里面这个ledger没有发生切换的话 那其实你交给了retention策略 其实它也不会去触发删除 所以的话在整个这个圆板层面实现的时候 它有一个判断就是说判断你的这个ledger是否发生切换 如果你的ledger一旦发生切换 说明这个ledger里面的这个消息可能都可以过期掉了 那我就可以交给retention策略在这个时间点 顺便去把整个的这个ledger的消息然后删除掉 对这个是整个ttl backlock和retention策略之间的一个联动 那我们再看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延迟消息和ttl的关系 其实最直观的我们当时候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丢消息 我可以在这可以简单分享一下我们当时候遇到的一个场景 就是可能我们有一个用户可能发了几十万的一个延迟消息 它延迟消息的时间设置的是10天 但是我ttl过期的时间我设置的是5天 结果到了5天以后我所有的消息都被 所有的延迟消息都被过期掉了 我们可以在5天的那个时间节点的时候 可以看到有大量的这个消息过过期的这个操作 包括一些策略速率这些各种metrics纸票 我们可以监听到这种情况 而且但是那个时间点所有的延迟消息都不见了 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再来看看 再来深度剖析一下 从圆满层面剖析一下ttl这个策略 ttl的它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说 我最后调到expiremessage 它究竟决定你到底这条消息能不能过期呢 它其实是用了cursor里面的一个方法 就是根据你的传入的值去找是否能找到你能match上的 根据你提供的position的位置找到entree 这个的话 它其实它的底层实现的是一个二分查找的 在这个里面呢 它会根据你 它只获取了你当前entree的一个publish的时间 但是并没有是说ttl的这个策略并没有去管你的这个延迟消息的时间 所以这儿就会这样的一个实现呢 我们可以结合上下两张图来看 它是entree expired的这个的话 只关心了这个当前publish的就是我消息发送的时候 每一个消息发送的时候 我内部会把当前的时间说寄为publish的time 然后去放到我一个消息的原数据属性里 所以它在这儿fetch fand的newst matching的entree的时候 entree对象的时候 它是能从entree的metadata数据里面把publishtime能拿出来的 所以它在这儿处理的时候并没有去管延迟消息的事情 所以当你的延迟消息的时间要小于你ttl的时间 那你ttl就会把延迟消息去过期掉 这也就是我们理解的用户测看到的 就是认为这个消息丢失了 ok 针对这种的话 其实我们也给社区提供了一个相关的prpr号的话 在这个下面 然后我们提供了就是说 我们在一次entree的 我定义了一个entreemetadata的一个posure对象 然后这儿有两个时间 我们现在决定消息是不是是否过期的话 我们需要去check这个就是check这两个 一个是消息的publishtime是否到了 不过消息的publishtime到了以后 判断你是否你的delete time 要大于你当前的ttltime 如果大于的话 我们还不能去过期掉这个消息 所以在这儿的话 我们去做了这样一个处理 然后在entreexpire的话 我们重写了这个方法 在这儿的时候我们去判断 判断的同时去检查了ttl的time 和当前传进来的delete time是一个什么 那在这个实现中的话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说这个publish的time和delete time 我们是要一次性从entree中获取出来的 如果不是一次性获取出来的话 你每次拿到的entree对象其实是不一样的 另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delete time 其实它在client比如说我要延迟5天 那client的time就不管你 因为现在publish的延迟消息就两个接口 一个delete after 一个delete after 换你是指定delete after 还是delete after 最后它都转化为具体的一个要发送的时间戳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比如说这条消息我延迟的时间是5天 那比如从今天起算5天 5天以后的那个时间戳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拿那个 所以在这儿在我们在算delete time的时候 我们要拿这个当前的时间 就是delete time的时间戳 或者减去当前的一个时间戳的一个时间点 来和message的ttl的时间去做比较 如果比它大的话 那我们是不能去处理延迟消息的 要不然的话就会遇到可能就是说类似于丢消息的这种现象 就是它会把你的消息自动过期掉 这个就是延迟消息和ttl 其实这个问题当时候也跟我们跟社区一块讨论过 这个可能就是因为ttl的策略和延迟消息 这就是可能两拨人去写的 大家去写的时候 没有去注意到他们之间还会有一定的关系 或者牵连 所以才会导致类似丢消息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发生 OK 又是一个比较重的灾区 其实我们看一下admin API block的一个优化处理 这个的话应该是从2.8到2.10这两个版本 如果大家关注PASA社区的代码的话 可以发现就大家搜一下async 可以发现类似于好多这样的一个是说 现在PASA的整个的一个web服务 就是提供admin的rest API的那一层服务 有类似于好多这种异步的方法里面 调用了同步的返回值 导致整个PASAweb的服务 可能大部分的都是用来去修复这一块的一个 就是把所有的异步的代码改为同步的一个实现 那在此前的一个版本中的话 如果在异步的一个代码逻辑里面 调用同步的方法的话 如果你去频繁去使用 比如说你提供一个管控台的服务 然后给好好的用户同时去使用这个 那它的话就是说各种牵连的关系 很有可能去导致整个PASAweb的这个block线程去卡住 那卡住以后你唯一的一个解决办法 那只能是你去重启这个broker 重启对应的你block的哪一个broker节点 那你重启对应的broker节点来去恢复这个任务 这是第一个事情 就是在PASAweb的服务里面 有好多这种异步调用同步的这种实现 那另一个事情就是说http lookup service 其实这个为什么要单独拎出来说 就是这儿的话其实有一个做的 从我的角度来看可能做的不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PASA提供了两种lookup的形式 一种是说Binary的就是二进制协议的一个lookup的服务 它走的是6650的端口 还有一个是走的http的lookup的服务 它走的是一个就是PASAweb的8080的端口 但如果调用PASAweb的这个端口请求上来的以后 这个就很有可能 因为其实lookup的这个服务 其实在PASA里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数据流的路径 如果一旦这个数据流 一旦我们是说可能跟上面的这些 PASAweb的线程参合起来 那你的这个这个就是说 如果你的这个一步调用同步的比如这种实现 我一旦block了 那你整个的这个数据流的这个读写服务呢 也会同时被block 所以当你使用这个httplookup service的服务来说 然后再遇到一个这种一步就是PASAweb线程卡死的这种现象 简直就是一个灾难 另一个事情的话就是说PASAweb服务的性能的话 整体是相对比较差的 因为这个这个的话我们在内部做过一轮比较完完善的一个性能压测 其实这个压测的这个这个指标的话 其实还去确实是不是很好 也不是很高 而且去而且而且这种情况呢 会当你的这个比如你的topics相对比较多 或者是说当你的这个这个namespace的这些这些占用资源的这些东西比较多的时候 它内部有一个方法叫onpolicy update 它那个那个地方会有一个for循环去迭代去就是for循环迭代去调用你那些资源来去check 那个地方的话会是一个很好性能的一个一个方式 而且PASAweb服务性能交叉的一个比较差的一个问题 更多的是说completable future的一个雾用吧 就是在很多社区包括现在的现在的代码里应该也还能找到类似于这样的影子 就是你要当我们一个定义了一个completable future的对象以后 其实当你调用很多是直接调用runapply 然后或者runcompose然后直接去返回这个对象的那当你返回这个对象以后呢 其实它还是一个在completable future里面的一个同步返回 如果你当你这个服务注册的注册注册进来的时候这个已经返回了 那其实是你当前的现成站来持有再去执行执行这个东西 然后如果当你注册进来这个就是一部任务没有返回来 其实是你的回调现成来去执行你的这个任务的 对其实这儿其实是两个点吧 两个点造成了可能PASAweb服务性能的整体的一个比较差 而且而且在高版本里面的话 其实这儿还针对PASAweb服务呢又抽象了一个metadata store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抽象以后呢 其实它还是用一个呃线程池呃线就是一个单线程的一个呃东西东西来去处理的 所以呃也不是单线程就是它是用用一个固定的线程都去请求ZK去处理的 如果你的这个呃同意时间点调运进来的请求量相对较大 那么ZK的ZK这边的压力呃又会很大 那你ZK呢又是PASA非常重度依赖的一个组件 就你所有的这些数据流的服务啊 包括你集群的调度信息又都都需要去依赖ZK这个东西 如果你的这个由于你的PASAweb的这个服务的调用量比较大 导致你ZK的本身的这个负载相对比较高 那你会从整个监控大盘上你能感知到的就是一个一个现象 就是说你整个消息发送的食言啊紧紧紧接着这些这些东西都会跟着去呃受到影响 这是所以有些是我们在内部呃比较做的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呢 就是说做了一个meta-datas的到一个现成池的一个抽象 然后从呃从把这儿去呃剥离开来 然后针对PASAweb服务性能交叉的这个这个事情呢 其实做了一个呃类似于呃服务监听的一个动作来去具体去定位和发现 它具体哪一块的性能是相对比较差的 然后来去把它彻底的一步化出来 因为这一块的改动可能像相对相对比较大 不许我们也会呃考虑抽象的把这一块的逻辑合并回社区去呃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改动呢是说加入超市处理的逻辑 这个就是一个嗯啊最后的一个补偿手段了吧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这个PASAweb的现成比如都加一个呃最后30秒的处理 那你30秒比如说你这个我还返回不了什么的 那我就给你直接报个timeout就完事了 呃因为其实对于PASAweb现成其实呃大部分情况也不是说很重要 比如说我失败一次或者timeout一次呃 呃那个那我再重视一次 其实这这个相对很多用户是都可以接受的 但是说如果你是说因为PASAweb的服务 这是导致了整个数据流的服务不可用 那其实这个用户的反响是会比较大的 所以的话针对这个这个这个地方的整个的处理呢 针对一些我们常用的的的的的API的接口 我们去统一做了最后的一个补偿手段的一个处理 就是最迟你30秒给我返回不来结果 那我就30秒直接把这个呃timeout给你抛出去 而不是呃代替你去block整个一个PASAweb一个现成 对这个的话其实大不差不多就是说呃 我们针对一个admin API这个这个block的这个优化处理 呃其实这一块的话啊还有一个点可能要要提的 就是说呃如果我们去用这个binary的话 其实其实这一块的话隔离的还是比较好的 其实用相对于是说用binary的这种lookup的模式 那其实呃我们的数据流和PASAweb的这些管控流的这些服务呢 其实其实呃可能不会有呃就是比较大的交集 就是即使它block了也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一个呃数据流的一个读写服务 呃okok下个议题的话是zknode泄漏 这个呢这个呢是我们运维当时候报过来的就是发现整个这个zk的负载呢 其实承载的就是我们实际用户统计出来的这个topic呢 可能就是正在使用或者在在在线上的这种topic并没有很多 但是znode数呢zk的这个呃node数量呢又又很大 而且pasa呢在那个啥呃pasa呢那个呃对那个呃放大 就是说呃他的这个呃一个topic到了呃你的组kport上面的整个的zknode放大的倍数又比较严重 那比如说你创建一个topic他会他会是说在各个呃就是说用为了使用呃就是呃描述各种不同的场景的业务信息吧 他做了割裂然后一层一层的去呃去去去去分发下去 那这个我们后面呢可以会说到这个呢就是说在这个拐点之前呢 这个是说我们没有做这个呃zknode的脏数据清理的一个动作之前 然后我们整个zknode的一个呃数量当我们做完一个所有脏数据的处理呢 这个znode的数量这边是整个zknode存储的一个数据大小 我们看一下可以整个这个脏数据的这个情况和规模还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大估计从呃接近500多兆然后到一个100兆以内就基本泄露了5倍左右 呃这儿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前面描述的为什么这个一个topic上来到了这个zknode它的一个 这个呃放大的是比较严重的呢首先呢是说我创建一个topic 那你基本是说我要在整个zk的这个呃local policy包括partition topic policy 然后namespace manage ledger load balance的bound data 这六级目录下我要涵盖所有的这些topic的信息啊 而且每一层信息比如比如都是说tenit namespace 有的还有包括你的topic的赌梦域你是persistent还是nonpersistent的 然后具体的这个这个呃包括你在再下来具体的topic有可能采下来是你的一些策略的信息啊什么的 所以它整个一个topic上来在zk上创建的一个资源是很重的一个一个资源 对所以其实基于这个这个这个点呢我们去扫了这个所有的这个zknode下 那基本就是这六个地方它是涵盖了所有的这些topic的那其实我们知道了这个问题的所在啊 就是说这这这六个下那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简单的diff 这个怎么来怎么diff呢就是说我们利用zk的client去主动去把我们这个zk上的所有的zpass读出来 读出来以后我们按照一定的格式去把我们topic的名字拼接出来 然后我们呢这个时候再通过passadmin的这个呃这个管控端然后去check你这个集群中有没有这个名字 如果这个集群中已经不存不存在这个topic了那你这个数据一定是个脏数据 因为我们肯定是以这个topic中为主嘛 如果你topic中都你的这个passadmin的topic都没有这个数据了 但是你的这个zkpass中还有那这个相当于一定是zkpass的一个泄露 对呃这个的话属于一个高危操作属于一个高危操作 所以的话这个大家如果呃做好做的时候呢 如果有遇到可能是这个d版本啊 因为现在的话整个zknode的泄露的话 这块的代码应该是都都抹着回社区了 应该在2.7还是2.8吧 应该在2.8的版本上呃 抹着回社区如果在2.8版本以前的话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自己的zk集群 它上面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脏数据的存在 呃当我们清理完zk脏数据的时候 其实整体的这个这个服务的读写性呢 还会有一定的提升 但是这个这个高危操作呢 大家清清理zk数据之前一定要先验证好 一旦删错某些topic 我是能立马去恢复回来 恢复就是恢复回去的 ok 呃讲完zknode的泄露 我们再来聊一聊bookkeeper later的泄露 ok这个是我们自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监控吧 就是说我们会定期去去有一个每一台节点上 类似于nodeexport的内容 我会定期去扫一下你这个所有的这个leder文件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我们生产环境上所有配置的这个retention的策略 最大不会超过15天 那即使加上你的ttl的15天按最长的一个我们前面讲的 一个消息的生命周期 你最长的一个消息生命的周期只会存在于30天 但是呢你看我们统计出来以后 这个现在呢这个leder呢还有657天 这都是两年前的一些数据 两年前的一些数据呢 它还还依然存在于你整个bookkeeper的存储中 而且这个东西还一直删不掉 呃 所以当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这个现象以后 那去去怎么去去处理它呢 呃 第一个的话我们去分析一下 整个这个leder 整个我们每一个 因为leder最后映射的到的 pass的存储 从事genal盘的一个 是leder盘的一个ntree log文件 那ntree log文件 每个ntree log文件 它又是固定的 然后会有后台bookkeeper 会有后台会有异步的这个gc线程来去触发它的回收 嗯 那整个我们从我们就是说我们能去接触到的 其实就只有一个retention策略 来去触发我们leder删除的这个这个动作 嗯 那那这些文件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们这个这个具体的话 我们目前的原因呢 只能是说定位到有可能是一些bookie cri的一些命令 比如说我们呃 比如验证一些呃 验证一些场景 比如验证这个集群的一些状态的信息的时候 用bookie的cri 可能自己去创建了一个leder这种信息 然后然后去去弄进去呃 去写入到了bookie的存储中 但是呢 你的这个呃 我们这一部分数据 你的retention策略是呃管控不到的 因为retention策略是passer的broker的一个概念 broker又相当于bookkeeper的client 而我bookkeeper的cli也类似于一个bookkeeper的client 所以他们两个是相对相对一个平级的一个呃 概念 所以你的retention策略管控不到我的bookie cri 所以当你调用bookie cri 一旦创建了一些呃 执行一些命令创建出来一些leder 那这些leder 其实在bookkeeper中是呃 永远无法删除的 这是我们目前怀疑的就是呢 能确定的一个点 剩下的还有没有其他地方 会导致你这个bookkeeper的还会继续存在脏数据呢 这个目前呢不太好确定 呃不太好确定 嗯 那具体的我们有这种问题以后呢 我们怎么去清理这个东西 或者是说怎么去整理你这个 bookkeeperleder泄漏的这个这个情况呢 啊 其实还是跟呃zknode的泄漏是一个思路 就是diff 呃 diff要去diff的话 其实我们要去肯定要有哪有一个标准 还有一个圆的一个手段 这个手段呢是啥 第一个的话 其实每一个这个所有的leder 我bookkeeper里面我们能去把所有的leder拿到 因为你不管你ntrylog是什么 你ntrylog存储的还是一些leder的信息嘛 对吧 那你的这个我们每一个leder呢 它对应的都有一个lederinfo的对象 那lederinfo的对象 记录了整个leder的一些原数据信息 那包括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个leder的创建时间啊 呃这些动作 那我们拿到这个leder的一个呃创建的一个呃 呃创建的一个时间 我们可以先确定这个leder它是究竟是多少天先创建出来的 那lederinfo里面还包含了一部分信息叫ansibout的信息啊 也就是说当我去 嗯假如我有一个大的bookie池子 那当我这个leder去创建这个leder的时候 我具体选了哪几台bookie 呃就是比如说leder我从0到100的这个ntry的时候 我选的是哪几个ntry 那他其实他是记录了这个ansibout的列表的 呃所以我们根据ansibout的列表 我们可以确定这个leder 他这个这个leder呢 他是在哪几台的bookie节点上 然后有了这这些原数据就是描述leder的这些ledermetadata的元数据信息呢 那我们需要有一个呃就是准准确的一个圆 那这个圆我们认为是说broker的这个topic 因为leder呢本身一个topic呢其实可以呃映射为pasa的呃pasabroker中的一个managerleder 那一个managerleder下面呢又可以创建出来很多的一个leder对象 而一个leder对象又会唯一归属于一个topic 呃我们可以呃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嗯topic的partition的statesinternal 或者statesinternal我们可以具体拿到你当前的这个topic 呃或者当前这个topic的信息呢 他具体归属于他他下面现在还有哪些leder是存在的 这个是我们是能拿到的包括一些leders的信息 包括一些scheme的leder如果有scheme的信息一定要注意 呃这个山的时候一定要去check这个topic是不是有scheme 呃我们根据这个leder的metadata从leder的metadata我们拿到leder创建的时间啊 他所在的ansip是啥这个leder归属于哪一个topic 达到这些信息达到topic的信息我们回过头来再去broker上去确认你的这个 呃topic呃它下面包含哪些leder然后再来去反向确定这些leder还在 在不在你当前的这个topicleder的列表中如果不在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认为是一个脏数据 那其实我们在去做做这个数据清理工作之前还有遇到一个场景就是两个需要注意的点吧 第一个的话有一种场景就是说可能你直接去broker上list的这些leder 他的这些ledermetadata已经已经早就不在了 那你这些ledermetadata不在的那你这种就完全可以呃就是可以直接删除的 因为如果你的ledermetadata都都找不到了那你的这些leder肯定都没用了 因为你的呃你整个的一个他处理的一个链路就是broker 我先去根据我的topic去找找到了以后我再去呃 bookkeeper上面去访问具体的某一个leder 那访问leder的时候就是要去拿你的ledermetadata的信息 然后去你的呃leder盘上去找你对应的leder的数据在哪 如果这些信息都不在这个是我们可以直接去删除的 这是一个check的条件 第二个的话是一定要注意schema这个事情 因为schema呢在pass里面它也是映射的一个leder的东西 如果我们忽略schema的话那你就会把用户的schema给删掉 用户schema删掉以后呢 嗯这个时候呢呃需要注意怎么恢复呢 这这也比较恶心就是用户的schema 他有schema的leder信息在booker中存着 他还有schema自己的信息这个是在broker的所归属的zk里面存着 如果你要去恢复的话只能是说 第一个你先check一下他这个用户自己的这个是不是一个基础类型 如果基础类型的还好说 你可以直接调用schema的admin的命令 然后去给他把这个schema再塞回去 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也需要去首先去把broker里面存储的这个schema的这个信息 这个topic的schema信息先给干掉 先给干掉 然后再让用户先尝试使用生产 生产端去把这个schema再重建出来 基础一定是生产端 只有生产端会去重建schema 如果你调用conlomer测的话 conlomer测上来的话 它是直接check你的schema 一致不一致 它不会有去构建schema的这一个动作 对这是可能当时候我们去处理的时候遇到的两个比较坑的地方 然后在这儿的话同样的高危操作一定要先备份好 否则的话确实可能是一个灾难性的事情 下面的话我们上面聊完了 上面聊完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pasa缓存优化的这个事情 缓存优化的话其实就是有几块吧 pasa的缓存其实做的还挺多的 就是broker测 我有一层每个topic我都有一层自己的缓存 然后到了bookkeeper测 我又有自己的一个write catch和read catch 这个write catch和read catch就是根据你的JVM的参数配置的 给的direct memory这些大小 它默认取了四分之一来当我catch的大小的操作 它去做了这么个事情 然后来去当我的catch 所以你其实对于各种热数据而言 就是说很大部分或者很大程度上 这三极个就是说broker的catch或者booker的catch 基本能够命中你的数据 你是不会过这个什么的 不会去扫bookkeeper底层的这些盘来去读取这个数据的 我们来看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我大过去从我们身上线上截了几个图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目前的话pass自己的catch的策略我们可以看到 它平稳的这个上面我们就认为相对平稳吧 相对平稳的跑一段时间光一下就掉下来了 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毛次 然后这个时间点掉下来以后 这边readcatch没有命中readcatch 就readcatch未命中的这个次数 以下就飙升上去了 而且这个每分钟读的这个数据量 以下就飙飙上去了 就从booker中去读的这个数据量 而且紧接着你的读号时的p99 然后立马就飙升了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可能都是在毫秒级别 毫秒级别 然后以下就飙到个秒级别 然后就导致其实周期性的这种波动 我们就会就会看到我们的生产服务上 上有这种生产的监控大盘 上有这种周期性的这种这种波动服务 然后就会导致呢 用户不间断的就会有感知 不间断的又会有一些感知 哎你这个这个时间点感觉这个读的消息有点慢 比如说对于一些可能相对比较较真的用户的话 他就会问你这个为什么 嗯为什么的话呢 我们只能看代码了对吧 只能看代码了 那帕萨缓存的优化的话 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readcache的话 我们可能主要是先做了一个readcache的一个优化吧 在readcache的层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帕萨去做了两个事情 第一个的话是说 在readcache的时候 我去迭代了这个cache里面所有的这个消息 迭代了这个cache里面所有的消息 如果一旦这个 大家可以看这个是上面的一个检查 然后他去for循环去每次去cache中找的时候 他要循环迭代你整个cache 这是一个点 另一个点的话 你看他这个地方干的这个事 就是offset加ntree size 一旦大于了你整个segment的cache的一个大小以后 他直接把你的cache全干掉了 其实通过clean的这个动作 其实我们就能明白在生产环境上所看到的这个监控的现象 它就是一个直接 直接 这一时间这个cache直接就清空了 清空以后 那你这个是 这个清空以后 那慢慢的有一个恢复的动作 这个时候是在干嘛的 这个是在bookkeeper又自己又在重建我当前的这个cache 就是我不断的通过readcache 就是说类似于readcache的那种多极read吧 比如我同时命中多个地方 那我一次性就类似于那种预读取的那种 RAL的那种形式 我预读取一部分的数据上来 然后再填充到我的readcache中 再慢慢的不断的去构建这个readcache 那readcache又满了以后 挡了一下又下来了 然后就是这个以下又又又都被clean掉了 就这个地方干了 所以其实我们找到了这个 它不断去波动的一个原因 其实这个的话还是相对比较好解决的吧 就是因为整个的 其实在在扎尾生态领域的话 整个缓存的话相对已经比较成熟了 所以我们其实用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通过用的ohc 采用了它lru的这种策略 至少是说不要去频繁的命中它的这个动作 其实我们不是说以次性去把它删掉的这个动作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优化以后 readcache的整个的一个命中次数是相对很平稳的 然后也没有那种特别深的这种毛刺的现象去产生了 所以这个是说readcache优化以后 其实是说能够避免你整个读款存的一次彻底清空以后 当时候在那个时间点的一个抖动的情况发生 ok 差不多了 然后上面的话其实就是主要分享了我们在passa稳定性方面的一些事情 然后未来的话其实还有几个事情 其实也是一直在跟社区去讨论我们怎么去搞这一块的事情 第一个我感觉可以称之为passa的事迹难题 就这个一秒耗时的这个规避及优化 就是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其实也莫名其妙吧 就是针对这个一秒耗时我们内部也做过很长的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优化措施和和啥去想去找出来 到底是说什么情况下它会导致你的这个一秒耗时的这个出现了 因为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就是当你的一个集群稍微的消息体量相对大一些的时候 莫名其妙就会飙飙就就来一波 我这个发送的一个时间在一秒一秒以内或者超过一秒 或者到个到个三四秒 他的一个消息体量可能也不也不是很大 但是就是总会有这样的一个茅次啊不断的间断的一个发生 这是一个一秒耗时的问题 这个目前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好的思路 对啊还有一个是客户端超市时间内的一个从事策略 这个呢其实是我们我们比较想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现在passa整个的整个的这个什么passa 因为其实大家有据我了解的应该是我们用的所有的部署passa broker集群的时候呢 其实都把passa的负载均衡策略关了 如果没有关的呢基本也是pass负载均衡的策略 基本都是开到了95或者99的时候我才会去做负载 其实那个时候就相当于是说我即使抖动也别挂了墙 其实基本就是一个这种心态 对但其实其实我们我们想的是说一个方案 可能是更多的想去借鉴一下就是业内这个其他其他MQ的一个实现的一个思路 因为基本你这个集群的话只要你发生一个重启broker的一些重启啊 这些怎么客户端的感知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 尤其你的broker的这个呃上的一些负载比较大的时候 相对可能说承载topic比较多啊流量比较大 你基本是在生产环境上是不太感动这个broker的 第一个这也是我们不去开这个负载均衡的原因就是可能负载均衡的策略这个这个本身的话 他他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都没有是说一个完美的一个负载均衡的策略 他能cover住各种场景 而且尤其这种这种共享共享集群的这种情况下的话 用户的场景场景又是千差万别的 我们没办法去说针对一种特定的用户或者特定的业务场景来去做 你这样的一个特定的一个负载均衡的方案的时候 那其实我们想到的一个解决方案是说看一看能不能在客户端这边加入一个超时的一个从事策略 那这个想法大体就是说现在passa的话他每次发送消息的时候对吧 发送消息的时候他会先把消息放到本地的一个pending message queue中 放到一个pending message queue中 然后当你的这个消息的send recept的command回来以后 我再从pending的message中拉出来 但是你这个一旦发送失败以后 失败以后他其实就是失败了 其实我们想做的一个事情是说如果用户设置了 比如说30秒的一个发送超时对吧 那假设你这个broker时候这个broker在做变更 那假设在30秒以内我们就快速失败 如果发送上去找不到立马返回来 比如一秒立马返回来肯定失败了 失败完以后这个时候的这个结果呢 我们是不给用户返回的 相当于在send的这个动作中我们就可能只给用户返回 除非一些致命的错误啊 比如topic not found 这种metadata not found 这种致命错误 否则的话可能是说我们更多的想去给用户直返回timeout的这种类型 也就是说在timeout的超时时间内我不断的去重复send本身的这个行为 就是我一秒失败了 我立马再重施 立马重施通过不断的多次重施 因为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broker的这个变更的话可能也在个10秒20秒内差不多能把服务拉起来 能把服务拉起来 那也就是说通过内部比如我们如果做的更优雅一点的话加个backoff的这种对吧 那通过内部的这种这种从事的机制来去能够呃很大程度上去规避用户的去感知你发送失败的这个行为 对来去是说呃这个呃去说避避免是说broker的这种无感知的迁移也能够给给带来的一些影响 呃还有一个的话还有一个第三点的话就是说broker和booke om的优化 那booke om的话这个这个其实我们跟社区其实都遇到了一个很很多吧 这种发扫里面其实broker和booke om其实也不是一个呃难见的事情 其实大家用拥有过集群的话基本还是比较常见的呃在broker的一个呃可能发生om的一个情况的话 这儿的话其实我们定位过还是之前的那个ack空洞的问题 所以其实其实有一个也就是我们针对一个呃一个点或者一个细节深合它下去以后 其实感觉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可以发现的就是呃呃记录呃呃记录那个 记录那个那个ack空洞的那个那个集合呢它的底层的实现是一个可不可 可以扩可以扩容的一个一个集合但是它是没办法去缩容的一个集合 那假设我有一种业务场景呢是说我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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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k空洞的消息一下很大 对的很大我的这个map不断的扩上去 那现在的话我的这个map呃呃呃呃我的这个这个ack空洞呢的通过某些手段我降下来了 那降下来以后呢但是呃呃你的这个这个集合就扩上去了 它就要占用那么多的空间了你也没办法了就是不断的这种情况累积累积 你导致你的broker可能跑一段时间你这个broker就oom掉了 还有另一个补给oom的话在4.14.5还是啥时候的时候已经修复掉了补给oom也是有好几个点吧 就是呃比较常见的一个点就是说嗯就是写三反二的这种情况 比如说你的red column设置的是三ack column设置的是二 那你写三反二的这种情况导致有一个节点如果比较慢反挥的话那这一块的这个内存 就是直接内存它是永远不会去被释放掉的 所以会你你经常跑的的话你会导致它这个buket的oom快快buket的话就是不断的累积它就oom掉 这也是一个呃就是我们在这边在呃生产实际运维中遇到的比较常见的两个oom的形态 呃第四点的话是说buket auto recovery的一个优化这个的话就是呃就是有点trigger的地方吧 我觉得就是设计社区的话可能提供了是说auto recovery的这部署的两种形态吧 就是一种说你可以auto recovery你可以分开去部署 另一种的话说auto recovery你可以和broker的精神一块去部署呃就是在一个组件内去把这个服务拉起来 但是呢buket的server的这个主流程呢它在当你发生零是dokeeper session timeout的时候 默认可能是30秒吧默认30秒假设buket server的这个session timeout 当你的这个buket server和auto recovery服务两个服务部署到一块那你server这个如果如果发生了dokeeper session timeout以后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buket server内部和跟dokeeper呢有从事的逻辑 它从事呢连接上了但auto recovery跟dokeeper没有从事的逻辑 导致呢这个auto recovery的这个进程一直拉不起来导致你的bokeeper挂掉了一直起不来 对这个的话我们内部也也搞了一个版本吧就是内部自己搞了一个版本就把这个auto recovery也加入了这种类似于超时的超时从事的这个这个逻辑 来去保证这个这个组cable发生就是buket server和组cable之间发生session timeout以后不至于整个这个服务就直接挂掉挂掉然后要重启 然后它内部的从事逻辑拉不起来这个这个的情况 呃第五个点的话很有意思啊第五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 呃就是buket消息丢失啊这个东西给我们这儿预见过两次我我我预见过两次就是buket消息丢失 其实从整个呃整个这个呃设计架构而言就是就是然后再到这个这个我们社区一直宣传的这个理念而言我其实我们是没办法去发现这个就是说认为这个buket是不可能丢消息的 但是说现在呢我们也确实发现了这么两次就是说呃你的你的buket呢我的用户测还在用户测因为就是client或者是consumer就是consumer一直在尝试去读这条消息 我告诉你了lager id我告诉了你ntree id但是我们去buket中包括去buket的meta data store啊包括去buket的index去找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确实就是找不着而且也确实是没有 所以他会就会报一个no such entry告诉用户我我没有当前这个这个ntree呃我们遇到两次情况以后其实到目前为止也不太能确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去发生的呃所以这一块的话后续可能我们只能去是说不断的去去去完善吧先把周边工具去完善起来可能想做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说因为现在现在的话buket不是存储了一部分数据吗 当做ntree log你存进来了啊按照一定的offset啊这种格式去存存了ntree log那你这个ntree log里面到底存的是一些什么那你呃当你报这个buket消息丢失的时候究竟是你的是说你不可以存储的原数据丢失了还是说你ntree log的数据也一并丢失了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是想确认这一块的一个事情所以可能后续会在内部去搞类似于一个这样的周边的一些工具然后去确定呢到底你这个首先我们得 确定对吧buket的这个ntree log里面的这些数据我们是能可视化的去读出来的知道它里面到底写的是一些什么东西这是一个一个事情然后可能是说再把mete de数据完善起来至少到下次我们可能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能去呃确认是说到底那个buket的你这个丢失的现象发生以后是原数据丢失了呢还是说你的这个数据丢失了至少能确定这个点对这可能就是我们未来在文字性方面想做的一个事情 呃对今天的这个呃分享差不多就到这儿结束了最后的话要去感谢一下就是呃腾讯云中间舰团对吧第一个的话上面的这些这些事情呢其实整就是我是今天有幸被被选出来作为这个接口人来然后来去跟大家去分享其实整个的这个事情呢是我们整个一个 这个团队呢很多同学然后业以继日的一个奋斗的一个结果吧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需要感谢一下sroom network platform团队吧就是每次遇到各种棘手的问题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及时又反馈回社区然后其实社区在稳定性这方面也给予了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包括经常去去跟我们去开这种闭门会议啊去去帮助我们定位或者是说完善一些问题了就是大家还是一块去努力去去 把这个社区push的更好ok呃最后的话就是最后应应我们同事的要求我写了一句话吧叫路漫漫起修远西无将上下而求索就是希望能在passa稳定性这个方呃话题上我们能够去呃做更多或者走的更远吧呃OK这个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所有的这个内容然后感谢大家的时间啊 我感谢大家听到我感谢大家的时间了